桃圆市的超人气吉祥物阿桃圆哥 日前参加由高雄市政府主办的2016全台吉祥物PK站 目前网络票选阿桃圆哥作恶忘义 为了拉抬阿桃圆哥的人气 市府特别结合了舞台魅力以及花车创意 在10月1号要前去参加吉祥物车队大游行 阿桃圆哥将始初浑身解数赢得民众的选票 阿桃圆哥尊属游行花车开到市府广场前 双车车门打开 美丽的空介出现在大家面前 接着上场的就是阿桃圆哥了 带来精彩的桃圆健康超 让现场的气氛瞬间热闹了起来 今天的出征仪式我们给机票也给他们祝福 那这个是由桃圆市政府跟华航一起合作 做这个华航的我们的这次的花车 吉祥物花车 那上面有很多桃圆的城市异象 包括霹塘 白沙甲灯塔 彩虹桥 也包括客家的铜花 那到时候我们阿桃圆圆哥会站在车子上 会做健康超 也会播放华航的主题曲 台湾灯会打响了阿桃圆圆哥的名号 让他们成为全桃圆最有魅力的明星 这次他们参加全台吉祥物选拔 目前位居第二 桃圆市政府也全力为他们拉票 在地业者也投入赞助 除了希望带动阿桃圆哥的人气外 也希望借由阿桃圆哥打响业者的名号 我们在地的企业口口可乐 有赞助了2000瓶可乐 那巧克力共和国有赞助了2000份 七七五加巧克力 我们会沿途发送 那这次会展现出桃圆的特色 那华航公司跟我们是采取结合的方式一起行销 那在车上可以看得到 这个七七七的座椅 也看到华航的啦啦队 这个CI Beauty 最美丽的啦啦队 我们相信在10月1号会是最吸睛的一支队伍 这次桃圆市政府与华航合作 制作游行花车 长达10公尺的花车 外观以飞机为造型 两车展开后宽达6公尺 像是机翼展现桃圆拼赛的气势 这次市府也卯足了权力要拉开选票 邀大家一同支持阿桃圆哥 桃圆文 董雨菲 桃圆采访报导